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当地时间16号清晨出发 跋涉500多公里的路程 17号抵达重灾区 民宅毁损严重 大部分的居民还住在帐篷里 当地唯一的学校也是岌岌可危 有一半已经完全地倒塌 还有另外一半是完全不能再使用 所以目前只靠六间教室来给400多位学生课书 这天是学校的第一个返校之日 毕竟生离死别的师生 欲记忧纯 曲贝尼中小学是尼姆纳春最大的学校 村里的孩子读完小学后 都会下山来到这里完成中学学业 如今空地就是教室 慈继之工不舍 决定原建检疫教室 为孩子挡风遮雨 有一些团体只是发塑胶布给他们 让村民自己来盖检疫教室 那校方当看到我们实际的主儿教室 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的期待 再后山区物资有限 因此贼职之工决定在兰匹林 准备好检疫教室的建材 再运到甲甲克特县 为了孩子们的教室 志工们如火如荼地准备建材 其实能够即刻动员这么多志工 是因为早在三十多年前 就以这片土地结下误解之源 1993年尼泊尔山区豪雨沉灾 超过四十万人受到影响 原本经济就困顿的民众 根本无力重建家园 实际受尼泊尔外交单位的请托 动员人力走入尼泊尔 并且在南方三线四村 圆建一千八百户的大爱屋 1995年六月全数违攻 为国提供土地 共同合作 我们诚心的希望 每位受灾人民 住进新家园之气 建立新社区的生活规范 而成为全县区 以及甚至于全国的新设计的一个模范 2015年慈祭之公重返旧地 村民还记得蓝天白云的身影 他们热情相迎 三人不爱你 我们现在来的语言 我们在乌鲁丝里面 我们现在来的语言 因为我们在乌鲁丝里面 我们在乌鲁丝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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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尼泊尔强症 慈祭之公的爱再度飞越千里 跨国动员十一梯次 三百多人次的志工 在加德满都以及临近的重灾区 发放物资 液诊 原件检疫教室等 援助超过二十一万人次 我出了一个千多公斗 我上科学大妈的阿尔子拉的 你孙子上的 台湾 helping to us is very good and thank you 你们的水灵能力很好 这次尼泊尔人与三个人及时的收益了 我想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灾难会过去 但是慈禁与尼泊尔超过三十年的缘分 至今未曾间断 默默不忘说上人要回报佛恩 回馈佛国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从那次的规划开始 跟正典法师做报告 也请他指导 我们在兰比尼跟这个尼泊应该怎么做 所以上人那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是不是能够从医疗开始 从医道这边切入铺路了 再看有没有因缘做慈善 那再往交易去 报佛恩回馈佛国 2022年4月开始 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慈禧之工 走进佛陀出生地兰比尼 看见缺粮 缺衣以及失血等问题后 决定常住兰比尼 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 第一步先从健康开始 这次是说宣传车可以走入乡村 让他们知道这几天有免费的议诊 可以收益更多人 2022年11月 慈禧之工在兰比尼文化市 举办大型议诊服务后 持续走入村庄为君临见见 后来发现村庄里的卫生站 在环境与水支援上急需协助 我们走进去这个卫生站 也看到非常的肮脏 因为完全没有水 那怎样去清洗呢 卫生站的负责人说 目前他们紧迫需要的就是水盐 于是慈禧之工开凿500公尺深的水井 让最多病患的阿玛卫生站 有了干净的水门 现在人们通过来也能喝 医生部员和医生 大家都很愉快 也很感谢 邀请祝禧 祝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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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水的问题 接续展开卫生站的修山工程 终于在2023年底 卫生站有了新气象 职工带动村民维护清洁 现在对村民而言 守护阿玛卫生价 现在就像自己的家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模范的卫生站 先把硬体把它提升 软体方面我们会继续给医护人员们陪伴跟培训 慈禧之工的脚步也走入校园 推动卫生教育 生活利益 禁思与教学 带动日垂衣法律 米铺满善效应 家长也加入善行 投入钱币带同响应 我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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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是因为看见孙子的平性 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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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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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1月 慈激之工與當地學校合作 走路村莊 了解孩子們的就學狀況 若是遇到無法支付制服 書包 文具等費用的家庭 會及時提供補助 上人有講到教育翻轉人生 所以在教育的方面 當我們走進學校的時候 就是要看到情況 有的孩子就是沒有來讀書 錯學 薩菲十三歲 因為家庭載學打工 已經三年 像他一樣的還有十九歲的卡比塔 父親理事 其為哥哥姐姐各自嫁娶 留下無法工作的媽媽 以及還在念書的弟弟 家中的開銷 他一肩扛起 挖進來 奸公看見每個想念書的心願 於是啟動林辍學計畫 一個都不能少的把孩子找回來 听到可以在念书 一旁的卡比塔笑了 很开心啊 就干这样啊 为什么开心 快点 根据这些校长的回馈 从最初的我们还没进校之前 出席率平时就是大概50% 那到我们积极地去推动过后 零错鞋走入这个家房 然后再请校长跟老师 不断地鼓励之下呢 这一期说我们省跟老师 都有达到90% 这一期说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 都在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 每天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巴沙為了僅僅家裡的經濟壓力 十五歲那年辍許在家 以家務為務 我以前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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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仁班是 慈濟在蘭比尼 開辦的職能培訓中心 培育當地婦女 一技之長後 未來就有增加 家庭收入的機會 只是這過程 並不容易 是正確的 16 那 他們現在約到什麼 他們來的時間 讓他量高度 16 他量高度 原來他們連剪刀都拿不好的 平時的日常生活裡面 很少接觸到剪刀 他們來的時候也不會計算 這個概念它是沒有 但是我們沒有想過要放棄 教十遍不會讓我們教二十遍 學會裁縫技巧 還得要有工作機會 很多人也不知道說 他們學完封任之後 他可以做什麼 有一些只是說 也許將來我嫁到夫家 他就增加了我的一些價值 這個不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說 如果我們能夠集合這些女孩子 在家裡 像尚文說的 台灣以前的這種 把客廳當成車間的話 那也許他們會找到一個 有生計的這個方式 慈濟成立縫紉工作站 阿莎是這裡的裁縫員 這是她第一份工作 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找到一個人的工作 我們只是找到一個人的工作 工夫會,工作工具 很多人都沒用 應該會鑽雜 要求保護婚 應該會像一個人的工作 可不停 能源梦的地方不止缝纫工作站 此季还同时设立了手工造工作坊 以及爱心厨房 让有一季之长的妇女们 奋取生活费减轻家庭负担 不不得益 我们是想费减勉 然后往往也送破 crisis ot yago 我们该来说 我们是且 señora 我们一起吃个宝贝 它来了 你吃�ita 母 Gesetz 等于跟天 我们 Wii 看 我们说 我们要arat对 这个也算是慈善 只是我们不是用发放食物的方式 或者津贴它的方式 来给它这个生活上的帮忙 而是让它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让妇女们发挥所长 自力更生 这过程中也带动林立 波罗社区 巴哈拉奇六十岁 五年前丈夫往生后就独居在这里 里面土墙 三面纱布 无法挡风遮雨 此机之宫决定为阿嬷重建屋子 这里有窗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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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做一个窗户 给它 感动 设计建材 取之当地 稳固又快速 短短两天 阿嬷的新家就落成 有窗户吗 我们之前做的几节屋子也有同样的感觉 从他们很自卑到我们建了屋子给他们 他们整个心情很开朗 看到希望这样 希望来到兰匹尼第十一里 此季为12户贫困家庭进行住宅修缮 从修缮到盖建立屋都有标准流程 因此邀请需要工作的村民加入 也能马上进入状况 我们的建材每一次到的时候 我都会邀请其他村民 把这些建材一起搬进来 我让他知道 你不只是要做自己 照顾自己的家 你也可以来一起帮助其他的家庭 蓝天白云简易屋带动社区领邦林青邦青的互助精神 也因为住宅修缮计划的推动 当尼泊西部地震需要援助检疫教室时 马上就能行动 在兰皮尼准备建材到灾区进行组装 简单稳固又安全 一天就能完工 当地灾民也加入原建的核液 最后若萝卜将学到一家路宫 在这里以为大学里的工作 在这个学校有一个高度的地区 我们唯一于学校学校 以为教学家的学校 他们都是一种学校的学校 不是在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时 是什么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我们是教学校的学校 當時我們在學校 我們在學校的父母 在學校的學校 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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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 天氣寒冷 不少災民還住在帳篷裡 因此此季之公在災區 發出了四十四張扶會床 上千頂的毛線帽 手工罩 棉被 蚊帳 還有開陽能板 其中 膽品女婦女製作的毛線帽 讓村民最可動 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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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災災災區 協助五所學校 打建了三十四間 組合教室與宿舍 讓孩子們能安心學習 在藍匹尼有職訓班 衛生所 簡易屋 陪伴鄉親們健康生活 未來慈濟災工 將持續在這一片美麗的土地上 與善良的尼泊爾人民 善善共伴 幾位光 照亮幾庫的愛 幾位陰 溫心幾了的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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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位陰 溫心幾了的鼻 無盡 耐受這千年的眼 未必会爱遇见不及